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这是一期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配饰视频 话不多说我就一个一个的来吧 首先就是我最近被问到频率最高的 就是这个微波 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土毛 刚拆包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的掉毛 不过戴久了之后就还好 很适合用来搭配各种毛衣 还有各种熊高毛的外套 戴上它就是超级超级粉嫩超级可爱 而且很少女的一款小微波 第二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 杰尼同款熊熊的围巾 超级保暖超级防风的那种感觉 可能会有一点点乞求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需要再来一个杰尼同款的墨镜 接下来就是这款今年我入的冷帽 我一共买了六个颜色 然后这两个颜色呢 是我觉得特别像洗脚盆配色 因为我从来没有戴过 这四个颜色就还蛮不错的 这个是有一点偏芥末黄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个藏青色 红色和绝对不会出错的黑色 像这个冷帽的话 它其实也蛮挑版型的 我买的这个黑色的冷帽 它就是版型会偏大一点点 然后小张还有一个同款 但是它那个就有点像小瓜皮帽 它这个戴上头以后就会显得头有点小 它就是刚刚好把我的头包住了 然后它上面就没有头顶了 这一款呢 它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颅顶在上面 这个帽子呢 陪伴了我超级超级久 出国前一次淘宝拍摄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顶帽子 我就问店主可不可以送给我 出国留学就带着它 然后现在我毕业了 又把它带回国了 它有点像那种小飞行员 它旁边会有一个耳罩 可以把耳朵给保护住 把头发散下来 飞行帽应该也有这种佩戴方法 就是把它系到后边打个结 这款是我在广州逛街的时候 买到的一个帽子 当时真的觉得它好特别好可爱 然后我就花了78块钱的高价 买下了它 它是一个勾针的款式 我戴它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是要把头发放下来的 不然它会有点点显脸大 把前面的帽颜呢掀起来一点点 这顶帽子作为一个年纪快要到30的姐姐 还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 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幼稚园的款式 一边边沿是稍微宽一点 戴上之后就有一种太阳花的感觉 就很可爱 这边还有一个卡其色和一个焦糖色 超级超级简铃 戴上瞬间年轻十岁 这款帽子也蛮适合秋冬戴的 因为它是一个灯芯绒的材质 接下来就是贝雷帽的专场 首先说这两顶贝雷帽戴羊绒材质的 所以它整个帽子上手不是特别的柔软 大家买贝雷帽的话呢 就不要买有点偏硬的材质 比较难熬出你想要的造型 会有一点挑人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它就是那种布料的 比较薄但是它也比较柔软 能比较好的适应你的头型 黑色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大家都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给大家分享一个戴贝雷帽的技巧 贝雷帽正常的上头的话 它可能是会这样盖在头上 我就会扯着一边 这边是扯着它的边缘 这边是扯着它的帽颜 给它窝出一个这样的形来 你要把刘海调整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帽颜往前 白一点点 也是一个同款的帽 是有点姚立荣的材质 这个帽子它也是偏厚的 但是它非常非常软 可能不是特别复古 但是特别适合造型感 比较强的穿搭 绿色的帽子 我还是挺喜欢的 橙色的帽子 好像没有绿色的那个好看 接下来就是这一款蓝色的贝雷帽 还是一个比较日常的帽子 这边有一个蝴蝶结的装饰 牛仔蓝的颜色 下一个就是我这一期新款里面 也有上的这款帽子 PU皮的 特别适合秋冬 需要有一点点气质感觉的那种穿搭 用它来配西装呀 还有各种风衣外套什么的 像刚才那种戴帽子的方式 特别显气质 特别温柔淑女的一款帽子 感染绿的这一款 我也觉得它还蛮不错的 颜色也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就是棒球帽 为了戴棒球帽呢 我现在要把头发扎起来 顺便把我的衣服也换成卫衣 我今年店铺最后一次上新结束了 所以今年一直到过年的这段时间 我终于终于不那么忙了 我就决定去做一些 平时没有时间去做的 大家想看的内容 我已经换好了卫衣 这一款棒球帽 真的是我买了这么久的棒球帽 是我戴上之后 帽型最好的一个帽子 它这个帽颜的弧度呢 不会显得你脸特别大 上头之后给人感觉 这本汉戏很好看 这个发圈呢 是我在杭州一家古舟店买的 当时是花了45块钱 因为有一些视频的话 我就是想要实体上头一下 看一下感觉 买完之后 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 发现有十几块钱的铜款 好像还是蛮难买到 这种比较显脸小 然后又不会特别紧的发圈 最后是一个彩蛋 是我今年入的一个牛仔帽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帽子 平平无奇 做工也不是特别的好 不太适合出门戴的 就是用来熬造型用的 它配我身上这一件 墨尔本逃过来的一个古着的夹克 就特别牛仔饭 今天的秋冬配饰分享 主要是帽子分享 就到这里接触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会尽量的把所有的链接 都整理出来 给到大家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